好 我們就把這個加工的蝦丟進來 好 你看它的泡泡那麼多對不對 對 它的泡泡越多 那就是代表它越不新鮮 口紅素 對 那這個呢 如果說有蝦紅素的時候 你在煮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 還會濕出一點 老師 所以我們去火鍋店吃的時候 常常放進去 它那個火鍋整個都變紅素 因為蝦紅素對不對 那成功蝦紅素 有出來了 紅色出來了 好 那這個OK啦 這個已經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這個 好 我們剛剛這邊也是大火 這邊也是大火 所以海鮮類的東西 你千萬不要小火 讓它要熟不熟 那海鮮就快 像大火給它滾熟就可以了 你看 可以看得很清楚 都沒有泡泡 它完全沒有泡泡對不對 而且很漂亮 對 而且也沒有像這樣子滷滷 這個會滷滷 為什麼會滷滷 因為它的蛋白質釋放出來了 可是它為什麼會有Q彈有勁呢 因為它加了藥 你看這個就是 沒有加 對 像蝦那這樣子就OK了 就可以吃了 對 好 這是用煮的我們的辨識方式 老師 可是你說在現場 除了看那個蝦頭紅紅的之外 還有別的選擇方式是不是 還有就是我們在按的時候 因為我們買蝦一定第一個 吃伸手去按對不對 這個它還沒有加到很多 如果它加到非常多的藥的時候 你刺下去很硬的 它會有一個力量跟你對抗 對 但是這個它還是會 感覺像像 所以這個老闆還不是很黑心對不對 對 是 還不是很黑心 可是你看它的頭這邊非常軟 為什麼它的那個肉沒有分開 對 就是有加藥 所以像這樣子呢 你買回家的時候不能吃太多 那先謝謝秋香老師 好 那接下來還有哪些 黑心的海鮮要注意 杰勵 再來就要看到蛤蜊囉 那像在我的螢幕上有兩張圖片 那在我左邊是剛採收的蛤蜊 而且還髒髒黑黑的 大部分人應該不會買 那在右邊就是我們在市面上 常常看到的 比較漂亮 比較乾淨 但是要告訴大家 它可是被漂白過的喔 而且還要告訴大家很恐怖的事 就是它已經流露市面 已經三十年了 蛤蜊也要漂白 你知道小孩有多愛吃蛤蜊 我們家吃蛤蜊的量有多大 幾乎每一次到 不管是路邊攤 海鮮店 每一個人都有點 還是一個很好的這個做攤的東西 而且喝起來又好喝 那請問一下秋香老師 蛤蜊撈起來 剛撈起來當然會髒髒的 洗一洗就好了 幹嘛還要再加一些漂白劑 對啊 我在這邊真的 我昨天跟產地的人通了電話以後 我心情真的有一點沉重 因為那個蛤蜊真的就是說 對啊 不是 因為真的 百分之85以上的蛤蜊 都有經過漂白去洗過 對 因為它養的地方 我都起雞皮疙瘩了 因為它養的地方就是說 它會飼料一些泥土 那都沒了 那你蛤蜊在裡面生存的時候 它就一定會 因為它飼料不可能每次都吃光光 所以它會附著在殼上面 那這個你抓起來的時候 那個殼都是髒的 如果說它沒有把它漂過 洗過的話 你到菜市場 大家都怕到說 你怎麼那麼髒 這個都沒人買 沒人買買 對 所以它勢必就是說 它會把它洗 那他們講說是用漂白粉 然後去把它還原 就是把它泡水 然後再把蛤蜊丟進去 可是它在丟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人就會比較有良心 就像蝦一樣 就放比較少 會稍微洗一下 有一種是比較土的 有一種是比較痠的 比較沙子的這一種 那個池塘 就是它的殼會比較粗 那比較粗的話 它那些護著在上面黑黑的 就更難洗對不對 更難洗的時候 它勢必要加得更兇 所以我有聽到說 除了就是他們講說漂白水 是還比較溫和一點的 有用到 太誇張了 你把它當廁所再洗 所以如果說 像我自己去挑蛤蜊的時候 我不會特別的去挑一些 洗到很亮很乾淨的 我反而就是 只要看它沒有青苔很多就好 那買回家還有一個大原則 你在買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挑的時候 你在買蛤蜊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它 是不是有 是不是活的 對 因為它會噴水 它如果是 我們一般就是有一些人 他會跟你講說 我都拖好了 你回去都不用拖 這個你就有一個疑問 可是我真的有時候會 還會問他們說 你有沒有吐過沙 我吐過沙以後 我覺得買回來反而比較乾淨耶 但是不管有沒有吐過沙 你回家還是要用鹽水 讓它靜置在那邊 那個水就是蓋過蛤蜊就好 你不要很... 就是蓋到很多 就是讓它的殼 稍微的有在水面上 那你要放一段時間 比如說可能一個多鐘頭 兩個鐘頭 你看你放在陰暗的地方 你當然不能動不動 就去搓它以下 那它不會吐沙 如果說你放了一個多鐘頭 它都沒有半支出來吐沙的話 那一鍋的蛤蜊 可能吸掉了 全部都丟掉 因為那就是 有事放太多 然後它一泡進去的時候都會 因為那個水的水質不一樣 它就像酒孔一樣就會吸 收水 對 就會吸那個水 那如果太過嚴重的話 它就死掉 所以你在買蛤蜊的時候 它在那邊吐沙的時候 每一支都... 舌頭都伸很長 會噴到你 即使你被噴到你會很高興 哇 這個比較沒問題 那因為我其實跟Julie姐一樣很懶 我就透說好麻煩 就是不知道它吐的感覺 對 你又等不知道等多久 所以我都會去那個大賣場 現在都會有一個 價錢比較貴一點點 然後它是用真空包裝 然後會告訴你產地 跟它會說 這是已經吐過了 所以你買回去就可以直接煮了 我就會選擇那個 欸 老師那真空包裝 會不會比較安全啊 其實也都是一樣有洗過的 它這個包裝比較華麗 它比較貴 一般我跟你說 它比較貴 它幫你吐過 那其實那個蛤蜊 我們自己買回來 如果說沒有問題的話 因為每一次都很活潑的話 你一次沒有辦法 像我今天我一次就買兩斤 因為沒有藥的 那兩斤你一定是 對 你一定是吃不完 那你就讓它稍微 就是再吐一下沙 吐乾淨的時候你把它瀝乾 然後把它像真空這樣子 就用塑膠袋 你沒有真空的沒關係 就把它轉緊 不要有水分轉緊 放在我們抽屜不是有一個 在弄那個Sashimi的那一層嗎 真的可以一個禮拜 那請問一下洪醫師 這蛤蜊它是加什麼東西 商人加什麼東西 去做漂白 那些東西對人體有什麼傷害 我們想一想 我們現在 我們要清洗廚房的一些污垢 到底用什麼東西 其實剛剛邱向老師有提到 一個是酸鹼類的東西 酸類的像一些 我們洗廁所就會用一些硫酸鹽酸 硫酸鹽酸西式 然後還有一些鹼性的 像一些小蘇打粉 還有天然 小蘇打粉還比較好 還有一些天然的一些檸檬酸等等 這些酸鹼類的 那這一類的如果說 比如說我們在處理過程當中 沒有處理好 吃到這些酸鹼類的東西 一個是叫燒酌傷會腐蝕 它會沿著我們的口腔黏膜 食道黏膜 胃黏膜 輕則就是我們講說有輕微的潰瘍 比較嚴重或說比較濃度比較高的 就會造成我們的所謂的穿孔 或說初血 第二大類的就是我們 非常常使用的叫過氧化氫 就是我們的雙氧水 其實雙氧水在我們的醫療上 其實大家小時候都已經用過 它會消毒 因為它有兩個一個除了漂白之外 它又可以殺菌 我們剛剛講那個蛤蜊的原生產地 有很多的青胎細菌 那它一方面可以把它洗掉 它的髒汙 美化之外又可以殺菌 好像是一舉兩得 可是我們一直在想說 好 它們問題在於 它們用的濃度並不是那種3% 而是用在工業上在使用 那大概10%以上 那我國的法規是規定說 你在中間的製程可以添加 可是在最後的中產物不能驗出來 其實有一些解讀的方法 它是一個過氧化氫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些還原的方法 把它氧化能力給拉回來 這個最常見就是使用一些食物 含有牙鐵類的 哪些食物含有牙鐵 像蒜頭 一顆一顆的蒜頭 像蘋果皮 我們講說雙氧過氧化氫 它的肺點152度C 你把它煮肺沒有用 它不會煮掉 它不會喝掉 那可是我們把它加入的 我剛剛講這些含牙鐵的 這些什麼菠菜精 還有什麼我剛剛講的蒜頭 蘋果皮 這類進去裡面 你可以把它煮沸個兩分鐘 它就會變成水分解掉了 它氧化掉 或是說你說不用煮的 我要用浸泡的 你大概給它浸泡個兩小時 一樣有同樣的效果 我們一般都買菠菜回來 都把那個菠菜的頭丟掉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在炒菜的時候 都把它拆掉 菠菜的頭 你以後就可以留起來 拿去泡 對 你留起來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用果汁機把它打一打 你就放在冰箱裡面 你改天要泡蛤蜊的時候 就丟一點進去 對 泡完了之後 再把它拿來煮 對 其實你如果早上四點 你到批發市場去看 你看賣蛤蜊的 它都有一桶很大的 會稍微冒煙 那就是西式的鹽酸 然後蛤蜊是裝在那個鐵絲的 那個鏤空的籃子裡面 放下去馬上拉上來 放下去是黑的 一二三四五拉上來就白了 很漂亮 那如果遇到那個 就剛剛醫師跟我們講的 可能會胃穿空 胃潰瘍 那如果雙氧水的話 就剛剛醫師講的 還有邱翔講的就是說 你加入用大蒜 用菠菜 然後去泡兩個小時 就可以把那個雙氧水 就取消掉 不過除了這個以外 我想要請問這個洪醫師 中南部是海產 這個可以說是大中 生產的大中 但是那一邊有非常嚴重的 工業污染 這個什麼萬寧傘 什麼其實這有二三十種 不同的一些成分 就會造成我們血液的那個 紅血球融血 那紅血球融血融化的話 就會產生一連串的一些貧血 還有一些我們講高血甲等等 甚至造成的 有疾病生的摔劫